郭文貴先生 各位大家好 很抱歉剛剛我們討論一下 因為來到這什麼建築起街 從地下室迷路到樓上 所以 所以看起來台上是有所成長 那另外要跟大家說 我第一件報告的小文貨 因為在改影片中文 起到今天早上三年半 所以我現在處在一個基督混亂的狀況 所以等一下可能沒有辦法 很有 甚至很有條例的跟大家討論 解決問題 然後第三點是要先抱怨 因為我這個 因為 雖然我 今年三一月之後台灣出現很多神 什麼神不同樣的神 但是我們本人是屬於凡人 凡人的意思是說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 都是被神決定命運的 所以這一次又被決定要講什麼 國家認同這樣子 明明是研究院老師自己搞出來 他們鬧出來的這些法律學者 扯出來的事情 可是他們永遠把話題講到一個 你知道百分之90 最後剩下百分之10的那個部分 都會找一些固定的人來講 讓他去承擔那一切的後果這樣 所以講什麼憲政改革 憲政會議 說出來你就跟他講 你要自憲建國嗎 可是都不講這幾個字 從頭到尾就是要自憲 要建國的根本的問題 所有的 其實今天教來講就有什麼好講的 老實講 憲法本來就是在界定一個 內心的基本任同 這樣有什麼好講的 我準備了一堆什麼法國政府思想什麼的 後來覺得這有什麼好講 雖然都知道 但是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都講進步的事情 社會民主 什麼叫社會民主 社會民主沒有預設一個有邊界的共同力 你怎麼講到社會民主 因為社會民主需要分配爭議 分配爭議需要國家 它的正當性需要來自人民的授權 社會民主預設一個Nature 這個是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認識 但是他每個人都講到這裡為止 最重要的那些keyword都不講 然後找幾個人 然後以後所有事都丟給他 這樣 所以我這一次呢 因為忙中有錯進來 看到是同學在邀請 你知道嗎 看到同學邀請我就 就不好意思拒絕 永遠忍不住拒絕 後來就看到原來還有決案 我就知道完蛋 又變成搞了一頓 原來如此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抱怨 那各位知道民主平台在一兩年來在談所謂民主 然後利用這一次的318 談了一個所謂的 其實是黃春耀這題的一個constitutional moment的概念 然後後來他們就提出來 就讓他們follow up 把他具體化的提出了宣傳會議 可是公民宣傳會議內容裡面 沒有絲毫一個字談到獨立直線建國 全部都在講進步的 不會得罪很多人的那種 若干人的一些 所以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 我不曉得那個異常是誰安排的 然後也許是同學安排 同學銳利的雙眼 看見了 隔下行動的意圖 的真實意義 然後他知道你絕對不會講 於是他就找我來講 OK 好 所以我就來講 沒有在乎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因為憤怒所以開始流汗 所以其實 我說實話 其實要我講這個題目 我後來整個想 我其實在那個 出門播種之後 在黑島新的一次 播種的會議裡面 稍微提供一點點 一部分 當時我借用了幾個東西 一個主要是Luce Ackerman的那個概念來談 因為剛好是黃聖老師提到 Constitution Moment 他當然直接就是referred 美國這個憲法學的 Luce Ackerman 那他在那個Wid People 這本書裡面提到的那個 美國的那個 所謂的二元民主的概念 他就是說政治有兩種層次 一個叫做Hire the Law Making 高層的法律執領或者理法 跟所謂的日常的政治 這兩個層次 我們一般人 都一般的情況下 都在日常的 你照搬的 give and take 這種政治裡面 但是只有非常rare 很少的幾個moment 整個的國家會出現一種 全體人民集體動員 希望去追求某一種 根本問題的一個答案 不管是重新接近自己認同 或者是確立性認同 或者是調整自己的 這個整個的共同體的 一些基本價值等等的問題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他所謂的憲政的部分 然後他提出三個 美國政治史上的 主要是三個 一個是獨立建國的那一刻 獨立戰爭那一刻 包含了建國的那個行為 還有1787的憲法 跟權力草案等等 然後第二個是 美國內戰之後的重建 重建那個時候的 總共那個 四三四十五的那個 憲法修正案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 應該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20世紀的 劉蒂爾 羅斯福的新政 其實像是那種大幅的擴張了 政府的那個 國家的權力 實質上是改變了 American State的性質 這樣子 然後後來 他第三次又加上 1960年代的那個 民權法案 也就是說把一個 遲嚴了 將近200年的一個 一個 美國國內社會 組成的根本問題 把它交易解決這樣子 好 所以說在這裡面提到 所以當時他 借用 所以這裡面 我覺得那個 Bruce Ackerman給我們一個 很好的一個 美國的 他用美國的個案 其實提供給我們 來討論台灣 三一八 來了這一系列的 台灣人政治的激烈的變動 一個很好的一個 參考的架構 為什麼 因為他提出了 制限或者修憲的那個概念 然後他用這幾個例子 我們剛剛提到的 獨立建構 還有內戰之後的重建 然後到了那個新政 內戰之後的重建 是中央權力之家強 新政是什麼 新政的是整個國家 從右想做 然後到了1960年代 是整個那個 種族關係的重新建立 像這幾次東西 其實很明顯的透露了 憲法的功能 或者意義的功能 所以其實利用 Bruce Ackerman的這個例子 來談 什麼叫做憲法 跟各位 我今天表演的 上來這個題目 其實是一個還蠻 蠻容易理解的一個 算是一個很有 很便利的一個參考架頭 簡單講 我個人的看法其實很難 就一點 心意也沒有 什麼叫自憲 我修憲 我基本上 我是一個政治學者 不過憲法學其實是 最接近政治學的一個學問 包含了 比較經驗的權力衝突 和權力的征突 這類的實證的政治學 以及政治思想 所以我們彼此 我想我們跟憲法學者之間的相互理解 是比較多一點的 在政治學者裡面 對我們也其實憲法的 在這個意義 特別我研究 我個人的話 有一點點 比較有興趣的題目是 民族主義或者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 這類的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 看待憲法的時候 從政治學的角度 以及從所謂 特別是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看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是非常清晰的明白 也就是說對我而言 很簡單來說 我今天沒有辦法引用任何 什麼憲法學者 但很明顯的是說 從憲法的政治學去看的話 憲法規定政治共同體 這個人民的政治認同 然後 當另一邊 它其實也是人民認同的表現 那什麼叫自憲 我認為其實就是 政治共同體形成的 法律上的表現 就是legal expression of the nation 一個最根本的行為 這樣 那確認我們這個 nation 我們這個國家成立 已經誕生了 the act of foundation 這是第一個 然後呢 我們透過制定 我們這個共同體的 共同價值 願景 還有我們要如何去進行 公共生活的這種規範 來確認我們是誰 這樣子 其實這個在政治學裡面 英國有一個政治學家 Andrew Noble 他是有分析說 政治有三個不同的level 他說最根本level 其實就是 你懂什麼level 就是說 他要問的一個問題 你要談政治 不是一下就調到社會民主 跟分配的問題 你首先必須解決 或二無疑的問題 深入認同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政治基本上 是在一個邊界內 就進行的 所以對他們 對研究政治學來講 所以說認同政治 其實是政治的三個層次 也一個根本的層次 然後接下來才是權力怎麼分配 那就是所謂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那涉及到什麼 你說選民制度 政黨制等等 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 最後才是所謂 社會資源的分配 也就是說 你要走的是新自由主義 還是社會民主 這類的東西 所以這三個level裡面 憲法其實涉及到 緊緊的涉及到三個類 跟三個level 都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最根本的 他是跟第一個level 有直接的觀念 他先確立了我們是誰 然後接下來 從透過第二層 我們的權力分配方式 跟社會資源分配方式 來進一步去 確立在邊界之外 我們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在我們來看 憲法constitution 其實非常明顯 而且就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 一個政治公體人民的 一個認同 政治認同的一個表現 同時也是他的規定 那其實有一個美國的人 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美國的政治史學的 叫Saniel Vier 他寫了一本書 來討論那個美國 聯邦主義的心臟 的思想 他直接就說 他就叫做 to make a nation 說什麼 他的書的title叫做 to make a nation 所以我覺得直接了當 那修憲對我來 那至於修憲是什麼 就是對於我們剛剛講的 在制憲那個階段 所確立的 關於這個 nation的認同 的一種繁星的改變 那你說什麼叫做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那Bruce Ackerman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說明 他說什麼叫憲法政治 憲法政治就是 國家認同的鬥爭 struggle over our national identity 這是他的話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賽斯 非常非常明白 台灣的憲法決策 就是說大概 李宏希老師 他們那個世代 會說是多少提一些 之後 後來我們很少 大概一位台灣的立憲 陷入到這個 被政客解釋的一個低潮 所以大家很久沒有去重新 反省所謂的憲法 constitution making 它的原始的這個意涵 是什麼這樣 那我先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憲法學對 nation的定義 其實是相當程度補充了 這個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 對 nation的定義 而且讓我們對於這個 所謂的 nation 不管你稱為民族 國族 或者國民 都沒有關係 我對議民 沒有那麼特別的那個 舉例 但是anyway 憲法學的那個 對於那個 nation的這種 這種定義 其實我覺得是 相當成長永榮族 社會科學的那種定義 當然知道社會科學 一般所謂的 nation What is the nation 一般提出 Anderson講 想像的共同體 老實講 那是一個無法操作的定義 你們有沒有辦法理解 在現實上那個想的共同體 是怎麼運運 怎麼行動 怎麼樣這樣 他指出了認同的主觀面向 但是他沒有辦法讓你去操作的 很難 那你就說 社會學家 比方說 那個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家 他那個很簡潔漂亮的 他說什麼叫nation nation就是呢 要共同的一致 共同的文化 組合在一個共同的政治連結當中 聽起來非常漂亮 概念上簡潔 但也是一個難以操作的東西 好 最具體的是 Anne Lee Smith 一個英國的社會學家 他說什麼 什麼叫做nation nation是一個 已經完成了有機分工的一個 而且具有政治主權的共同體 好啊 這是一個比較明確的描述 但是事實上呢 到底他怎麼去動的 這個nation到底存不存在 他怎麼去動 他怎麼去行動 他可不可以是一個行動的主題 這個nation該怎麼樣 實質上在日常當中他是如何被表現的 這個東西在社會科學裡面 還會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社會科學大部分都在研究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或者是民族主義的政治行動 這類的事情 或者意識形態 可是法學的 尤其是憲法學的定義 其實給予他一個 一個我覺得操作跟行動的面向 其實那個 最有名的一個 我想應該對於nation 特別是跟鮮馬相關的一個 nation定義 最早應該是法國大革命那個思想家 RVCS 他的那個定義 他說什麼叫做一個nation nation就是一群 生活在共同法律下 受到共同的一個 同一個代議制度 代議機構所代表的一個共同體 聯合體 這樣子 好 我不一定贊成他對代議制的看法 因為那個 CS太一套代議制的看法 我要說明說 在這樣的一個定義 一個憲法式的 對nation的定義裡面 他說明那件事情 nation這個概念 必須要透過某種法律 跟政治的制度 去加以組織 使得它可以被表現 它的意志可以獲得表現 好 你說這是一個nation nation的意志 要透過什麼過程的表現 你需要有一套制度 去assure說 這個是一個national 無有會出現 是比較展現它的行動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裡面 它整個這個定義 背後隱含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nation最終 必須透過某一種人為的政治制度 跟法律去把它組織 以至於使得 它的意志可以得到表現 它的行動可以被觀察 好 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憲法學 對 那所以你說 制限其實就是賦予 我認為制限其實是賦予 我認為制限其實是賦予 那個nation一個法律 或制度性的一個存在 這樣 從這個角度 剛剛看的都是一個可能 其實就 我覺得意義就還蠻 蠻 可以做 我認為我個人從來爭取 我也是最近才慢慢體會到 這個部分 好 然後事實上 它這個定義其實跟那個 這個 我還有多久嗎 最後是五分鐘嗎 各位反映一下 還有多久嗎 是嗎 還夠 可以 好 其實這個社會學院有一個 制度論社會學家 叫做Rogers Brunegger 他提出一個關於nation的 一個制度性的定義 其實跟這個憲法學有點像 他認為 所謂nation其實是一個institutional form 平常沒有實質 它其實是被制度化的東西 比方說透過一個憲法 去規範某一個nation的存在 然後它的組成等等 但實質上 它在平常不會出現 然後呢 它只有在透過實踐的過程 才會被實體化 什麼實踐 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政治場 它叫Polical Field 意思就是說 諸種相關的 大的結構性的一些因素 匯聚在一塊 誘發了這個nation內部的組成成員 站起來 以nation之名而行動的那個時候 這個nation被實體化 但它平常只是用一個passive的 制度性的存在 制度性的形式的方式存在這樣而已 但這個就很像那個嘛 很像那個 那個Ackerman在說的 constitutional moment 就是說你也許說nation 作為一種平常的 但是它是在一個極端的那個 在一個極端的一個情形才會出現 一個那個we the people的出現這樣 OK 不過當然不是完全相同 因為從法律學者來講 除了那個憲法時刻之外 在日常政治的過程當中 其實透過議會去展現的 這些意志本身也可以被認為 是一種國民意志 是一種national will這樣 我是稍微做一個補充跟說明說 各位要來談那個憲法 對我而言我的結論很簡單 台灣基本上應該執行 應該重新執行 執行一個完全符合台灣現實的憲法 以台灣作為偏見 符合能夠反應 能夠適當的 能夠非常好的 那個應該說 非常好的去articulate 台灣的國民意志 讓它具有正當性的方式 浮現出來的一種憲法 這個我真的好無疑問 沒有什麼好講的 但是在這個前提底下 稍微說明一下 對我們來講 為什麼說憲法的那個 我還是稍微簡單的來給各位講 憲法跟國家認同的關係是在這裡 特別是在 它為我們的 所謂的2300萬 Taiwanese people 作為一個 nation 你不一定需要把那些想像中學人團體 你把它想像中生活在公共法律上面 的一個具有共同的政治命運 的一個公民的群體 而且不是只是松散的聚合 而是互相之間 互相之間分享權力富有義務 而且有共同命運的 一個公民的群體 從這角度去看的話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 憲法當然是要去界定他們之間 這個整個群體的基本性質 他們的基本身份 他們整個組成的方式 基本性格 這一個Taiwanese nation 到底是一個進步的 追求的是社會生意多元 像這類的價值 還是它是一個保守的 以選員的 以種族為主的 也就是你的自我界定會影響 憲法涉及了自我 基本的自我 那個是要definition 所以你要說日本 它以天皇 到現在原來是天皇 這個天皇制 或者說德國的那個國際法 界定了說 基本上血緣 還是一個主要的 一個那個 然後法國的國際法 是以公民身份 所以像這些不同的 自我界定的方式 事實上 憲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去確定了你的自我認定的 一個很重要的 根本的法律 它賦予了 我再一次說明 它賦予了一個政治共同體 一個基本的認同 以及給它那個法律 一個政治的制度性的存在 這樣 好 所以 好 那 我們 我稍微提一下台灣政治 我已經在結論講了 那我把推論過程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 在一個sociological meaning 社會學意義上 也所謂的偽薄的國家 作為一種 合法暴力的壟斷的意義上 這種國家機構都特別形成 然後在政治學意義上 也就是包含了所謂人民土地 政府主權 這樣的意義的國家 在台灣老早已經形成了 而且台灣的國家認同 其實也一定形成了 我指的不是叫做什麼名字這個問題 我指的是台灣作為一個國家 以及台灣的公民 對於台灣這個國家認同 其實是形成了 就沒什麼好說的 所以這個跟蘇格蘭 蘇格蘭是民族認同確定 但是沒有國家的 因為蘇格蘭在1707年的時候 PASS的一個形成獨立的民族國家的一個 選擇了一個進入多民族國家的一條道路 已經從來沒有形成一個自己的民族 state 那台灣呢 就是上一個族群國家的認同已經形成了 但是第二個 這個國家的國家認同 尚未經過法律最終的認定跟表現了 那這是台灣國家形成一個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一關 那台灣的國家形成很多次 我在很多場合提到 今天沒有時間提 很大的原因主要是 歷代的不同的外來國家來台灣 進行State Building的一些制度累積 在那個歷史制度論上 有一個概念叫制度的積累 雖然歷代的外來政權相互是衝突跟矛盾 但他們在台灣留下了國家制度的一些基礎 相互繼承 最終在國民黨最後完成了 形成了一個台灣為範圍的領土國家 然後民主化之後再把它轉化成一個 屬於人民的國家 所以台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但是這個東西在這個國家認同中 還沒有經過法律認定的表現 我認為這是一個台灣形成 認同國家形成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關 事實上我認為 以我的對國際法的一個有限的一個理解 當代國際法對於國家承認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潛力 是你自己必須限制我承認 所以對我來說 為什麼我們自己如果不限制 自己從度過法律去認定 我們自己的那個國家跟國家認同的話 因為那一部的認同 如果沒有限制和法律的話 那你事實上難以去追求外部的承認 這是第二個推論 然後318的運動跟後來的反核 李英雄今天反核 他確實我認為是激發出一個 可能是小規模的憲法時刻吧 就是他是民間 因為美國真的實際上憲法時刻裡面 很多是有掌握到權力的人去推動 台灣這邊是民間 但是他至少把憲法的問題從天提上來面 那我們就表面上 你可以看到被服貿逼出來的 集中在兩點 一個是代議制的缺陷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規範服貌和對中經濟關係 這中國法律的未接的問題 那前面當然引發了一些選區制 飄飄不等職 不分區門檻等等的問題 但是後面就是導致了中國跟台灣關係的根本定位 也就是國跟國的關係這個問題 這問題如果沒有解決 台灣永遠在這個環環裡面打算 所以呢對我們來講 我個人認為是說 台灣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現況時刻了 就是說上一個階段的民族化 80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的一個民族化裡面 它事實上動起了一個延宕的國家認同的法律化 那個時候是因為內部的政治的僵局 也就是說你從事民族化 跟新的國家建構的精進 事實上沒有足夠的實力 去推翻舊的那個體制 所以當時是達成的事情 我認為是一個deadlock 或者是一個戰時的compromise 所以現在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為什麼會引發 因為不同的執政者 而且產生不同的詮釋的方式 原因是因為根本上沒有解決 它用一個暫時性的一個過渡狀態把它固定下來 但反而導致了一個分歧的解釋方式 所以李登輝時代是一國 四國一國 到了馬英九月重前回到 那個一種各表這樣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 我認為這個被凍結延當的國家認同法律化的時刻 應該是已經來臨了 或者是我們至少這個運動實際上提醒大家說 我們必須加速它的來臨 那我們這個階段的修憲或制憲 也就是所謂的憲法政治 某個意義上我認為其實是在跟上一個階段 上一個時代的政治進行對話 我們已經到了必須解決你們留下來的僵局的時候 好那我想是今天是贏到了是不是 大概兩分鐘 ok 好好 那我想 那當然在 我剛提的是一個是法律上 但政治上呢 我認為說台灣的國家和國家認同的法律化 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 其實我認為它是鞏固國家認同的最重要的工程 現在的那個說要把台灣搞一個獨立的公民投票 我覺得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台灣已經獨立了 但是它的法律所需還沒有完備 最終的一些基本的問題沒有處理好 很容易讓那個 讓那個政治的投機者 有課程之際嘛 所以我們必須把國民的意志 真正的現代當代的國民意志 跟台灣政治的限制 反映在我們的憲法上面 在這種情況底下 國家認同 是台灣目前諸多問題的根源嘛 比方說跟中國的關係 影響台灣的是什麼呢 比方說政治 為什麼台灣的選舉沒有辦法正常嘛 每一次選舉中國派就進來 每一次選舉就有一堆 像田草草共的人 站出來 影響這樣子 那非常遺憾的 大部分都是資本家的階級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 什麼圖書館也非常的遺憾 什麼 古叉叉的圖書館 然後第二是外交嘛 跟中國混淆糾纏 無法確立國際身份 然後又被中國對外的擴張政策拖累 最終被吞噬 然後呢在經濟上呢 因為一個完全沒有自主的 國家經濟發展戰略 因為產業政策 最終只能依賴 然後國家安全 都不要講 全球化 所有小朋友都知道 小學生都知道 全球化生命進行默默促生 政治滲透 這個已經都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最後文化認同 包括你的歷史教育要怎麼做 包括整個我們的共同體 所要選擇的文明價值是什麼 是發展 還是往人類更高的自由評論 國愛多元和平這個叫價值 是到底是要跟著中國走 富國強兵跟天朝主義 還是要走一個小國的south power 追求我們所謂幸福的人的解放 這樣的一個目標 我們的文明價值的選擇 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你不確定你自己 所以對我來講 我們的憲法時刻 應該是已經來歷 或者說 我們這次的這個運動 提醒大家 已經到了過 我們必須思考 是不是應該要促成 那個憲法時刻的來歷 重新檢視我們的身分認同 重新確立我們是誰 的一個時刻 那我認為我的答案很清楚 台灣應該要自限 然後重新制定一個 也符合台灣政治現實 以及人民一致的一個台灣憲法 謝謝各位 謝謝吳老師 那接下來請顏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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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